这东北的人口流失严重到底是为啥 首先呢就要从气候上面说起 冷啊那是真冷啊 我们黑龙江呢是农业大省种地 气候原因干半年咸半年 再一个呢东北大多数是平原地带 清一色的那是机械化种植和收割 那一个大型收割机干一天呢 咱不懂啊我估计啊能顶十几十个傍劳力吧 那没活干的农民伯伯大多都进入到了基础建设行业 就拿我们哈尔滨来说 一年一百八十多天的采暖期 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 冻土层那就得两米多厚 那一搞下去就一个白点啊 那真是啥啥活你都干不了啊 水泥这条没等货好 那头先冻上 什么基础建设啥的都得停工 一呆就是半年 你说你让这些基础建设工种不走咋办 在家干呆着 外面零下二三十度 屋里面零上二三十度 这还是要赶上有良心的工专企业 你要碰上的没良心呢 那屋里面那暖气不动 那就是好的了 那你让老人他怎么待 那东北心脑血管的这个发病率啊 是全国最高的 就这么一冷一热四五十度的温差 我跟你说多结实的血管 那都扛不住 那老人你不跑咋整 过日子也好 做生也好 一个取暖费就比南方要多花不少的钱 说到这可能就有人又该说了 那你们那凉快啊 你空调费你也省不少呢 在这啊 我只能说三福天你来我们东北试试 你看看热的你怀不怀疑人生就完了 再一个 交了三十年的社保 退休工资只有一千七的日子 谁能过 猪肉也是十几块钱一斤 没比别的地方便宜多少 就像上一个视频 还有人问我 那汽油里为啥都要兑酒精呢 可能是我们东北啊 路面太滑 车呀不喝点不敢上路吧 这年轻人都走了 为啥走 谁也不愿意背井离乡远走塌方 没关系没路了 你能进啥好企业 就是你有了关系 进了个大企业 一个月两千多 你能活不 原先呢 那他村里的进县城 县城的进省城 现在呢 那反正都是走了 那我还不如走远点 一步到位 村里的直接进了南方 那到了南方 最起码还能进场拧螺丝 是不是 咱任干 辛苦几年 怎么也能垫个底 就能发展起来 是不是 在东北你想进场 你要是没关系 那你真得只能靠想了 这两年的疫情下来 最不担心上火的人就是 这我不说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 做生意 互联网 电商冲击 最倒霉的就是这帮人 那原先呢 南货北卖 哎 刨弃点运费 还能赚点差价 那现在 都跟网上原产地 直销直售 卖价 有的时候比你进价还便宜 就像我们这 原先有个批发商场 那一道过节 人山人海 红旗招展 挤你都挤不进去 现在呢 你在门口 加个冒篮火的 倒下期待 只有卖货的 一百年前 闯关东 仙辈们和野狼抢地盘 和熊虾子抢包米 五十年前 父辈们 用肩扛手袍 把北大荒 硬是建设成为了 棒打袍子 朴有余的北大仓 那现在的我们 一样能吃苦 一样任干 走出去的东北人 不也一样 为了国家做着贡献吗 我是烽火上刀 关注我